北京时间8月3日,中国女兰在广州与加拿大女兰进行热身赛的第二场,这也是中国女兰前往印尼甲扎达参加亚运会,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,这三节两对比分没有拉开,三节结束时中国女兰领先6分。 不过第四节,中国女兰成功将分差拉开到了两位数,最终全场比赛结束,中国女兰以73比56战胜加拿大。 数据方面,李孟12分,黄思静10分5篮板,李月入8分5篮板,韩式4分10篮板2盖帽,少廷1分未得,全队只有两人得分上双。 两天前在战枪,中国女兰在以82比65击败加拿大女兰的比赛中,充分发挥了内线优势,其中李月入坦下11加10的两双数据。 虽然前一场比赛中国女兰大胜对手17分,但在限制对手反击和三分球上,还是展现出个不足之处。 另外,这支加拿大队并不是最强阵容,比赛开始,加拿大队率先得到球权,李月入篮下造犯规两把中一,韩布林补篮得手,刘嘉诚连得4分,莱伊姆后仰翘头,孙梦然空接打成,开局中国队一击比4领先,卡尔顿突破上篮,孙梦在命中中投,莱伊姆突破打成,黄思静两把一中。 李月入中投也有,中国队一12比8领先,克里拉赶上篮,之后双方进攻,一片混乱,李孟中投得手,还是截球跳投也有,希儿两把全中,王立立两把中一,李孟胜下打成2加1,首阶比赛结束,中国队一20比1,二领先。 第二节开打,韩布林前场篮板打进,还是标位出手打进,吉罗姆跳步挑篮,韩布林勾手打进,加拿大追至18比22,李孟撤步3分,莱伊姆六底线上篮,克里突破上篮打成2加1,李军入突破上篮打停加拿大,暂停回来,王思雨两把一中,李军入不篮得手,王思雨反击上篮, 卡尔顾底脚3分,中国队一32比27领先,马薛亚正面3分,希儿两把一中,韩布林两把一中,大场结束,中国队一35比29领先,一边再战,韩布林两把全中,希儿反击上篮,克里反击也有,打停中国队,暂停回来,韩布林勾手打成,加拿大一37比35反超, 李孟突破上篮打成2加1,第三接近半,中国队终于得分,莱伊姆两把全中,李军足两把一中,李军空为三分命中,四十二比39,中国队再次领先,黄思静中投得手,克里突破上篮,韩布林勾手打进,王雪蒙人投加反击连了5分,希儿两把全中,黄思静反击上篮,三结战法, 中国队以51比45领先,莫杰开打,马雪蒙中投得手,李孟反击上篮打成2加1,56比45中国队领先之两位数,李军撤步三分,克里反击上篮,马雪蒙两把全中,波特篮下强打,李军拉改上篮,杨立为反击得手,64比49中国队领先15分, 韩布林篮下强打,王莉莉强大反击上篮,比赛进入暂停,暂停回来,孙孟然空前上篮,黄思静造2加1,女篮西十比51领先,此后,加拿大女篮无力回天,双方首发中国队,王思雨,少庭,黄思静,刘家臣,李月入加拿大队,卡尔顿,莱伊姆,克里, 汉布林,希尔